大家好我是莱斯利 欢迎收看这集的读墨使用秘迹 每集五分钟读墨新手老手一起轻松上手 不少熟悉我们读墨品牌跟Muink上市步调的这些读者呢 已经开始来询问 是不是最近又到了Muink新品上市的时刻了呢 甚至啊也有很多的读者开始敲碗 各种尺寸的阅读器都已经上过一轮 是不是又要轮到我们最小最好上手的小尺寸阅读器了呢 是的什么呢都瞒不过我们最精明的读友 应该有不少读者已经知道呢 我们最新款的七寸Muink Nana彩色电子书阅读器呢 随着我们周年镜正式亮相咯 今天的这一集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究竟这次我们第一次推出的七寸电子书阅读器有哪些特殊之处 首先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台阅读器的外观跟规格 Muink Nana呢搭载了Eink最新的Kaleido 3彩色电子纸 重量大约215克厚度呢只有0.8公分配备实体翻页键跟快捷功能键内建的中立仪也可以方便读者 向下左右翻转使用 至于大家关心的效能呢这次也一样不马虎 直上四核心1.8GHz处理器 2GB的介义体还内建了256GB的超大储存空间 如果啊要跟大家说这台机器给人的第一印象 那么就一定是它的色彩表现了 第一次拿到工程测试机的时候呢 莱斯里亚跟很多团队的成员都是第一时间惊呼 哇颜色也太美了吧 这个真的只有4096色吗 虽然一样都是搭载了Kaleido 3的彩色电子纸面板 但这一次的色彩调校呢的确让整体的效果增艳不少 也让Muink Nana成为我们团队十分期待的新产品 此外我们除了针对各种内容呢 都有调配的色彩模式 读者呢还可以透过这个滑感来做更细部的调整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色彩配置 不得不说色彩更美丽 的确能够大大提升大家的使用体验哦 从外观来看啊 读友应该会发现这次Muink Nana的设计呢 更为简洁而直接 而它的设计与会呢也非常的轻快明亮 莱斯里想特别介绍呢 就是我们荧幕正面的这一排 直线设计的实体翻页键跟快捷功能键 不要小看这样的直线设计哦 这可是我们团队多次测试跟模拟出来的造型 直线设计的实体按钮啊 把读者最常用的按键呢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正面 所以啊无论你是惯用左手还是右手都可以很方便的单手持握 这些加长的翻页键呢 这些加长的翻页键呢 让Nana呢可以适应不同的手型 无论啊你是大手或小手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轻松翻页的角度 即使啊是长时间的看书呢 也不会容易造成特定的这个肌肉痠痛 放在中央位置而且加大这个快捷功能键呢 也可以让读者很方便的来做操作 只要你动动你的大拇指呢很轻易就可以按到 相信啊只要一上手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设计的方便性 看到实体翻页键的配置啊 相信聪明的大家一定猜到 Muink Nana这次新增了翻转的功能 而且完全不啰嗦四项翻转阅读通通支援 那我们专属的翻盖折叠保护壳呢 也一样可以支援多角度的阅读 翻转的时候除了荧幕显示呢 会自己快速的调试排版 翻页键的方向呢也会随着页面的走向来调整 按哪里就是往哪个方向翻 让你一直顺顺的读下去非常的直觉 除了各种强大的进化功能之外 小尺寸阅读器爱好者的新生呢 我们也牢牢的记在心里了 Muink Nana的造型呢十分小巧轻薄 非常适合随身的携带 即使啊它的尺寸呢比Muink S6寸呢 还大了一寸变成7寸 但是呢重量还是维持在215克 而且啊它的这个重心的配置非常的平衡 让你拿起来呢完全不感觉到它的重量 另外啊它还配置了大容量的电池 相信也可以大大增加大家的使用方便性 那莱斯里呢还是要趁这个机会重复提醒一下读者 电池的消耗的速度呢 其实会跟你有没有开启WiFi 或者是你荧幕的阅读灯的亮度 还是你的荧幕的刷新的频率 或是呢你有没有开启重力里有关 那如果呢你是想要追求极致的省电 那刚刚提到的这些设定呢可能都要再确认一下 那Muink Nana还有一个跟色彩息息相关的特色 就是啊这次我们首度加上了夜间模式跟深色的主题 那如果你是不喜欢荧幕太亮或者是太白的读者呢 就可以自己来做切换 为了方便年长的使用者来做阅读 这一次呢我们界面还增加了大字版的界面 一旦做了切换呢整个视觉就会更加明亮清楚起来 想要体验我们Muink Nana饱和吸力的色彩 简洁顺手的设计和各种不同的阅读模式吗 购买的连结来自里一样帮大家整理在这里咯 之前望穿秋水跟我们敲碗小尺寸阅读器的读者 这一次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希望来自里介绍哪些功能或者是你有哪些好用的秘技 想跟大家一起交流 都记得到我们的社团来跟我们分享哦 那这集的独莫使用秘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ste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